第十七集,当下才是道,一个人谨细多少苍生性命 为师问你们 你们自家的众生多了多少 你们自家有哪些众生呢 你们都会方范道物 但是啊,你们有想过要进一步的来掺言道义 进一步提升你们的心性吗 如果说,你们已经是谈主,讲师,是办事人员了 但是在心境上却一点点都没有提升 久而久之啊,你就不能够感化人 道物啊,也就没有办法推展 听得懂吗 因为众生不是光听你用一张嘴巴来讲 如果要大家能够明理,能够发心 你们啊,就必须在一言一行当中去感化他们 所以呢,你们本身如果能够修得好 就算没有办了多少的道 也是在方范道物了 知道吗 你们学到的人啊,除了自己的言行要以致以外 这个德呢,绝对是不能够缺少的 如果你们不修得的话,就好像余之无水,登之无油 这样要如何的能够尽得呢 还有,你们在最粗浅的地方就是不责任的想过 这是最粗浅的道理了 你们都已经知道的,听过的 我也是今天再让你们听一听 第一,不责任之想过 第二,不发任之阴思 第三,不念任之旧恶 第四,从谦虚之中去体验乐趣 第五,从忍辱当中去培养美德 第六,从自治当中去克服物欲 第七,从宁静当中去安顿身心 圣人不是说吗 苟无智德,智道不宁焉 总归一句话 你如果没有尽职的话,想要修道 就有如常讲的这句话 大道修来,有一难,亦是由我,亦由天 若无真功与实善,尚有群魔作杖元 所以徒儿们要多积因德 否则尚有群魔作杖元 所以说,这个德字 在你们修行当中是最重要的 你如果真心地照着这七点学着去做 慢慢地培养你的德性 那么你修行的障碍自然就会减少了 知道吗 所以徒儿们要静下心来好好地想一想 你们今天要求道修道 真的有用心了吗 这个你自己可得要弄清楚 否则不明理的话 所做出来的一定是不合道的 举个例来说吧 像你们常常讲的 要怎么样地尊敬前嫌提拔后进 在上位的人如果一味地思心思念的话 你就是说人心用事 如此一来想要后面的人来尊敬你 那就容易迷失 也很容易颠倒错乱 一旦有了优越感 就会自以为了不起 你们就会失去了慈悲心 失去了平等心 到时候你不会认理 只认人 看看哪一个比较听你的话 哪一个比较贴心 你就用它 这个时候你的心就会偏掉了 相对的 如果你是一个不明理的人 你又要如何来尊敬前面的人呢 如果说你也是思心用事 来尊敬前面的人 就容易落于奉承 讨好 造作 这样就会失去感恩的心 也容易失去尊敬之心 前后大大小小的人 如果都是这样的话 这整个道场就都是在办人平道 到时你们可想而知 在这末后时刻 你将如何来面对这一切呢 土啊 如果你们不是一个清静的心来办事 纵然你们做了很多事情 表面上看起来功德 好像做得很大 但是到最后还是会回归于有限的福报 照样还是在三界当中轮回的 反过来讲 如果你是用一个清静的心来替天办事 就算你只负责打毛巾 端茶水 打扫福堂 你只是做个无味师 煮个饭而已 但是啊 只要你用的是清静之心 就能够契入这个大道 真正达到超生了死了 土啊 时机已经到了最末后了 土儿们 你们非得明理不可 不懂得要多问 没有把握的要多请示啊 这样你们才能够明理 才能够合乎到 也只有在你们平常修办的时候很严谨 在佛规方面也要严守 并且上下能够团结一心 认准这个天命经线 才有可能来应对这最后的一场魔考 也才能够一力不动摇啊 我一师希望你们自己好好想一想 有哪些是你还没有做到的 自己也好好学着去做 你们要尊前要提后 就一定要明理 做出来的才不会偏离道哦 还有 这十五条佛规啊 还有道的宗旨 并不是上课听听就算了 也不是挂在墙壁 或者是表框起来就算了哦 这是要你们实际的在日常修办当中 把它给实践出来才对哦 新道卿有新道卿的迷糊 你们老道卿呢 也有你们的迷糊哦 身为前贤的 有时候人家讲你们 你会不会不高兴啊 如果你会不高兴的话 那你当什么前贤呢 你们的度量又在哪里呢 你如果做得很好 人家会讲你吗 就算你没犯错 人家讲你一下 你又何必那么在乎呢 更何况你是一个学到修到的人 还跟人家一般见识吗 哎 徒儿啊 难道你们什么都只用讲的吗 如果今天你的后学不尊重你 那一定是你自己的德性要检讨检讨了 不要光看别人而不检讨自己 否则这个问题会永远存在的 你要求别人的别人都改了 就你自己不改 就只有你的脾气毛病还在 叫人家怎么跟你相处的好呢 是吗 有太多徒儿们的脾气毛病不小的改进 光会要求后学怎么做 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你说这样怎么会融洽呢 怎么可能上下同心呢 你若当改而不改 对修道翻道而言 都是一个障碍 知道吗 徒儿啊 到了这个时候 你们各种奇奇怪怪的脾气 如果还不改的话 纵然看起来似乎是很轻微的问题 但是你们整天整年忙里忙外的 国内国外拼命的跑 到时候人落的两个字 罪人啊 你们也都看得到 听得到身回前嫌的人已经归空的 有吗 你们看 整个大道场有多少个前嫌归空以后成大仙的 有没有 观天堂的有没有啊 糟结的有没有啊 还有下地狱的有没有呢 都有哦 这是实在的情形 这些你们也都很清楚 唯使我可没让你们保证说前嫌就绝对能够成道的 你们只要能够真功实善脚踏实地 任礼实就报恩了愿 那么回天就绝对没有问题的啊 并不是说你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名位 职责就一定会成道的 唯使可没这么样的保证啊 所以啊 一个新道卿想要修想要犯 你们应该怎么样的去引导呢 是不是应该重在身教呢 你跟你的后学讲了什么话 你啊就要率先去做才行啊 我们常常说要转念 但是到底要怎么转念呢 有一个方法是天天看圣书 用道理来回光返照 明白吗 所谓一日不读书面目可正啊 我也是问你们 你每天在开荒缠道 有没有天天把书读入心中呢 所以你们看书的时候 要先让自己明白 我有没有犯了这一条啊 当你真正打字内心接受 打字你内心讲出来的时候 别人会不会接受 这些你都要想想哦 到的那个时候 说出来的话就会很感性啊 什么叫做感性呢 就是讲道讲得入心的嘛 什么叫做讲入心呢 就是先入自己的心 然后呢 自然可以感动到情 你们要知道 待众生是要待心啊 为师常说 修道是要认理而修 将来末后一场大搞 你若不认理而修 你认形象 可以过关吗 为师要说 糊涂 你若不认理而修 却走入旁门足道 你就会轻而往生 知道吗 你们身为各个领导者 或是坛主 或是讲师 自己都不明理 那会误了人家的 当了坛主 你的船要往哪开呢 带着这么多的众生 你要想想看 人家的祖先会放过你吗 兔啊 你们哪里的脾气 毛病比较重 就得从哪里去下手 千万不要管别人的好坏 只要认识自己的错处 不说别人的是非 只责备自己的不是 这样懂吗 为师常讲 你修道要有个好榜样 才能够赶化人 对不对 这个你们要明白哦 因为啊 自己的脾气毛病 不改自己的榜样做坏了 影响到了后面的道青 把这个道青给看清了 对这个道青也不进行了 那可就当罪过了哦 所以说啊 最要紧的就是脾气毛病 可得改一改 做个好样子 做个模范给人家学习啊 不然你不能够赶化别人 怎么能够引导众生呢 你们应该明白自己的角色 还有自己应该如何办好自己的角色才对 你们身穿这身的道服到底是代表着谁呢 这不是代表老师我吗 也代表着老天哦 你们想想 修道到了这个阶段 你们身为领导的人 如果还执着着你的我的 那是不是会很苦啊 是不是脸上一点光都没有啊 就道场里面就好了 以前你们可是好姐妹哦 但是修久了 等到一领天命以后就分齐了 有没有啊 道场还用分的吗 想想 这是第一等的大罪呀 分道亲 让道亲无所适从 道亲加上他的九玄七祖 你看 实惠道亲就让你消瘦不了了 你说 这个罪大不大呀 人要在世中磨 更要在人中磨 因为个个都有脚 所以要在人中磨 才能够成佛 你避开人世 撇开人群 那为师告诉你 就永远也没办法成就了 徒儿们 多付出一点爱心吧 多给自己一点省思的功夫吧 没有谁的 也没有你的 我的 全部都是老天的 好好的合作 你自己才有希望 想要有希望 你自己就要下定决心哦 要怎么合作呢 有动有静 哎 为师看你们 自己充实的时间实在太少了 年纪还不到就有点糊涂了 有的人是装迷糊哦 这些装迷糊的人 通常都是有点聪明的 一切好的法相 我们都要兼具 知道吗 一切坏的行为 我们都不能沾边 知道吗 这就叫做自我要求 懂不懂啊 身为最老前贤的你 究竟做了多少事情 你自己服了别人的名 为师看你们都是 一老卖老哦 如果不懂得尊上 哎 更甭谈起下了 你自己标杆模范都做不好了 还能够带后学吗 你们在前面的人要特别小心 这样的半道就不尊贵了 那叫做烂鱼冲树哦 该淘汰的自然会淘汰 上天把这道给你们办 你们却越办越不尊贵 办到已经忘了天了 因为天就是你自己啊 所以为师要说 徒儿们要好好地守住自己的念头 升降关头快来了 只是你们看不见 但却历历在目嘛 今天为师要你们踏出第一步 走出全新的自己 呈现新的面貌 新的行为 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 那么你们来到这个地方 也就没有白费了 你们做坛主的人 对自己的要求够吗 有谁一起床就折被子的 这些啊都是生活细节 都是道呀 人啊 一定要立下规矩 你有规矩才有规范可循 否则 你怎么教后面的人呢 你们来到佛堂 你们的表现跟行动 要确实有规矩 但你们的心愿意嘛 确实乱跑 这个样子就算你修的再多 也都没有用啊 到你归空的时候 也并不能够代表你成道 没修照样是亡灵啊 为师希望你们能够以正确的观念 来引导后面的人 不要太固执己见 修到久了 难免会有执着哦 讲到这个佛堂啊 为师呢 也要说说你们 这个佛堂原本是庄严身心的一个法门 你们如果轻易的随便的话 那么这个道的尊贵 他们哪能够看得见呢 你很有兴趣办 不是瞎办忙办 要懂得成全啊 到场的是要相互的合作 千万不可以分你我 修半道要有义气 要培养浩然正气 这样的修半道才会越修心越开 越修越有佛光普照众生啊 徒儿们你们知道吗 你们都很伟大啊 伟大在你们都生担了天职 一旦担了天职 就不是普通人了哦 为师要说你们的佛堂 是孕育先佛的摇篮 那么是谁在推动摇篮呢 你们就像妈妈一样伟大 哎 做众生的妈妈可不简单哦 你们看看 你们奉献出一间佛堂 牺牲了时间和空间去度人 半道 这些对你们来讲是本分 可是你本分做不好 就是不守本 会失根忘本啊 托儿啊 可是这个坛主最主要是要主的什么呢 主的就是人事物啊 你除了替别人做主之外 还要替自己做主 要做你身和心的主人 一个佛堂 若是没有主人 就会乱七八糟 乡也没人现 身如果没人做主 就容易生病 心如果没人做主 就容易茫然 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呢 如果有的话 那该怎么办啊 是不是要找回自己的真主人呢 哎 可是这真主人可不好找哦 你们觉得找人好找吗 哎 你们自己何尝好找的呢 找别人好找 找自己才难啊 想想谈主的重要性在哪里 它关系到众生的慧根 还有他们的九玄七祖 一旦托儿们明白了这成道理后 还要知道如何做一个好谈主 才是重要的 徒儿你们今天修道 就好比上战场一样 上战场一定就有输赢 你们输得起吗 你们只有这一生 为了不让自己输 你们就要有不认输的精神啊 无论什么事情 都要咬紧牙关冲过去啊 你们知道现在的天使 已经走到什么时候了吗 你们就是不了解天理 才会不知道天时 也就不知道天际是什么了 今天你们在社会上 是不是产生混乱的现象 那你们自己先乱了吗 不管你今天是处在什么环境 只要认定自己是修道人 不管时局怎么变 你们都要守着自己的愿和根本 但是守并不代表就不办不修了 倒还是要继续办下去的 一个修道人要上知天心 下体淫义 你们不知道时局会变成什么样 就是你们和上天没有空 所以啊 你才会对自己国家和前途的信心 遥遥欲坠啊 修道人不管在任何的环境下 都是可以生存的 无论是在困苦或者是安逸下 他都是要生活的 以目前来说 你们的生活似乎还过得很平安 可是啊 时局是在变天运在走 这些都是让你们料想不到的哦 你们一个个都存着观望的态度 你的心怎么变 天就怎么变 不要以为你可以安逸的度完这一生哦 大劫的来临啊 并不代表不好 因为有劫必有道 今天你们都是修道的人 何必怕劫呢 不怕劫还是会遭劫的 但是啊 在遭劫之前还是要先玉石纷帆啊 这里头虚虚实实 谁是在谁虚为 现在还看不出来的 将来大考一来 可是清清楚楚的啊 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重自己 则任负起 乌尔啊 如果你们当谈主讲师的人都不明理了 这个你们做点传师的人可就有责任哦 他们不来 我也不去了 这跟凡夫俗子有什么差别啊 这是为师的逆言啊 忠言就是逆耳 希望你们都能够做到真正的同心同德啊 那也就是真正的把你们的人心思欲放下 好好地护持天下所有的众生啊 还有 如果 如果在有人胡言乎行万卫 一再规劝不行的话 你们一定要让大家知道有这么样的一个人 你们私底下要先诚恳地去劝告他 去扶正他 一旦吕劝不行还执迷不悟的话 就不能不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了 你们必须讲出来 才能够避免有一摩根混进道场来 这样道场才能够清静啊 如果 你们轻易地偏信这个谣言获重的人 引人去入邪气症的话 这是他自作孽啊 图啊 如果你们上下不能够同心的话 就容易惹来不必要的考验呢 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遇到有什么事情不合理的时候 一件也不要去做 有什么事情都一定要向上禀报 绝对不可以再私自出主意 以免失了理去乱乐佛归啊 但是你们前面的人也不能够把后学的网上禀报 当成是要求后学的一种专权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师的话是最平凡不过的话了 也是每个人心中最真实的话 最受用的话 可是咱们做到了没啊 不论天时多紧急 灾难有多少 您办的道场有多大多宽 最终还是离不开恩师告诉我们的改毛病去脾气六个字 只是我们可能终极一生都很难做得好 老师说 末后了要往自信去参啊 你们以前就是把外公看得太重了 现在要开始注重内德了 其实不管过去 现在或将来 咱们恩师曾几何时 叫我们的修办功夫要有先后呢 还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先偏颇了 才会有恩师的提醒 老师的话有生第八极 正是针对着现实修办者的人心 做一个回归的整理 目的是希望同修的我辈能彼此关切提息 切莫于开办的沸腾中 凝视了自己 恩师说 修道就是要让复杂挂念的心变为单纯 就这么简单哦 因此才说 平凡的话有不平凡的讯息 咱们就一起来鼓励吧 当下才是道 徒儿们还有哪里没有修圆满的呢 还有什么责任还没尽到的 徒儿要赶快认清啊 不要再管这个道盘以后要怎么转变 怎么样的交接 什么人又怎么了 这些该是你们抄袭的事吗 你们想想看 你们眼前当下有多少迫切 急需要你们去做的事情啊 而你们还有那么多的心思 那么多的时间去想一些 本来就不可知的事情吗 你们需要那么好奇吗 你们不是不用心啊 就是把心用错了地方 对不对啊 徒儿啊 你们所要抄的心是 在这个末后时期 为师以及你们的师母 老千人 前人 都一再地提醒你们的问题 也就是 假使你们道不断了 那么 在你们面对一些讨厌 与问题的时候 要怎么去应付呢 徒儿们想想看 你们后面带着一大群的人 要怎么去引导他们呢 你们又要怎么去巩固自己的心 好好地修持自己呢 这些才是眼前最实际的事情啊 什么叫做道物红斩呢 并不是一定就要办出多大的一片道场 才叫做道物红斩 让为师来做个比喻吧 一个很大的果实 但是它里面有着蛀虫 这果子还有用吗 你的脾气毛病不改 就是蛀虫 相反的 如果道物办得虽然不多 果实小小的 但是没有蛀虫在里面 它还是有它的价值 对不对 所以说成就不在大小 而是在于实实在在 脚踏实地地去做 伯儿 你们要明白这一点哦 道就是实实在在地去做人 实实在在地去成全人 有多少人 你就成全多少人 你们只要好好的 带着道卿修半道 好好的去做 人少又有什么要紧的呢 有的人说 老师啊 求您让我健健康康啊 现在我有家庭 有孩子 让我七十岁以后 再来开始修到半道好吗 哎呀 这种心愿好不好呢 七十岁为什么不好 因为办不动呢 对不对 那么为师让你活六十岁好吗 你说六十岁我才出来修半道 好不好呢 也是不好 为什么不好 因为来不及了吗 你知道你可以活到几岁吗 当然不知道呢 你说你要活到六十岁以后 再出来半道 就怕你只活到五十九岁呢 那为师到时候不是很为难吗 为师是想完成你的心愿呢 让你出来修半道 可是你却只活到五十九岁 那不就变成为师我不慈悲的吗 土啊 修道是什么人来修的呢 有人说修道不是普通人可以修的 有的前道都不来修道 说修道是女人家的事 哎呀 那种到庙里面啊 像拜拜的事 我前道才不碰呢 有人啊就这么说哦 请问 你们的生死到底是谁的事啊 是自己的事哦 我还以为是只有女人家的事呢 所以说啊 修道是自己修自己得的呀 有的人说 要等到七十岁才来修道 为师啊就很担心呢 你看 等到他七十岁 不知道还有没有道呢 有相聚就有别灵 有是就有非 有对就有错 你们是要在这世世纷飞 对对错错 层层拜拜里面 起起伏伏 还是要跳出这些 是是非非对对错错 层层拜拜的圈子呢 如果咱们是在困境里面 那么也不必难过了 因为时间的流逝 会让我们离开困境的 可是 如果我们处在家境 时间也是不会为你停留的 图啊 难道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又要伤心难过了吗 所以啊 总是人在静中转的 这样子你们懂吗 为时告诉你们一句话 禅心自在 尘中静 学禅的心 超凡的心 这些都是需要在这个红尘当中 来清静的 如果没有旁边的污浊 当然是体会不到其中感觉的 诚如此刻的这种明静 安详的感觉 我们都深深停留在这其中 可是时间在走 光阴在过 谁也不能保留 永远都是最美好的时刻 但是徒儿们 我们可以创造 虽然时间过了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拥有 被掀博的那份恭敬心 礼佛的有欢喜有悲伤 完全就看我们自己的心 已经逝去的 当然不能再复回了 那又何须难过呢 要知道 徒儿们唯一拥有的只有当下 只有当下才是属于你的 所以应该看好前程 走好方向 为明天为未来而努力 毕竟我们经过一份心力 毕竟我们在做自己的责任 当下做得好 当下就成了 宪佛菩萨是怎么成的呢 当下他们的一心一面是慈悲 是为众生 所以现在他们才为众生所崇拜崇敬 你们也可以贬持这颗心呢 为师的徒儿们 昆道各个都像菩萨般般装慈悲 为师相信你们都可以做得很好 前道各个都是敢做敢当 勇于面对一切 有责任感 为师相信你们也都可以做得很好 不是吗 图啊 你们每个人都有潜在的力量 但是潜在的力量 要靠谁来打开呢 是不是自己啊 为师当然也愿意助你们 帮助你们 为师也希望徒儿们能够发挥自己的力量 为师希望徒儿们的生命都能够更灿烂 更光辉啊 你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能够更有意义 活得更徐在啊 虽然人生有悲就有欢 但是这些悲伤也不必太过难过了 因为咱们要掌握的是当下 你们觉得此刻很好吗 你们的心灵安静吗 收获多吗 徒儿 愿不愿意永远这样持续永久的下去吗 人间的位置好不好坐呢 是不是很不好坐 如果有一天 你觉得人间的位置很好坐的时候 那么 那就是你可以坐在天上的位置的时候了 如果你们现在还很难坐的话 就表示还有一段距离哟 还要继续坐下去啊 将来你们是想成佛坐在上面 还是想要当人站在下面呢 你们要做先佛的事情 先佛当然就是要到处去跑 而且啊 做先佛所做的事情 你们就有先佛一样的不量跟慈悲 这样你们可愿意吗 今生今世 徒儿们有这个肉身 你们都是得战天恩哦 你们求道收道 还有道场给你们办道 这是多么浩大的天恩啊 如果你不修不办 这是谁的损失呢 自古以来有状元徒弟 就是没有状元老师 是不是 徒儿们都是状元徒弟啊 那么要不要立正上游呢 你们都懵懵懂懂的过了那么多年了 还好 上天慈悲 你们现在都还来得及修办道 当下就是了 还要等什么呢 等你家庭安排好了才出来修吗 等事业有成的才出来修办吗 等你什么都安排妥当的才来帮助人吗 还是等你们长大一点呢 你还在等什么 你们时间都太多了 多到有时间可以胡思乱想 多到有时间可以和人家计较 如果你们把这些时间拿来修修自己 拿来帮助别人 哪该多好啊 你们把时间都浪费在这些无谓的杂念 空谱的光阴 虚挂的修道明 徒儿啊 扪心自问看看 你们将来要如何成就呢 或许你们会认为自己做的不好 会愧对老师 但不好毕竟也已经做了 不是吗 做的就让它成为过去 成为往事 不要再回忆了 你们要注重的是现在 这样才能够创造未来 不是吗 如果一直沉眠在过去 一直想着自己过去有多辉煌 多美好 那你也不过是个老人吧 因为只有老人才会沉溺在过去的回忆里头哦 年轻人应该是要把握当下的 维持希望你们修道学道 要像个道地的年轻人 永远保持着出发性 永远保持着憧憬 好吗 你们每个人都希望被关怀 被重视 被爱护 是不是呢 但是啊 问题就在于你们是要做一个被爱护的人 还是做爱护人家的人呢 被爱的人 当然 他是永远站在那个被动的 而 只有爱人的人 才是有天大的财富啊 你们知道吗 我们主动的给人家一个微笑 这不是要你们去送礼 而是给人家一份微笑 一份肯定 还有一份鼓励啊 图啊 你们得试试去做做看 这个都是在生活里面的道理啊 生活就是修道哦 修道人啊 容易犯的一个通病 那就是 久了啊 就想了很多 很复杂了 我也是跟你们举个例子 有一个徒儿啊 他年纪很老了 留了一大把的胡子 有一天呢 小仙童来了 他很喜欢逗弄人家玩 于是呢 就问他说 哎 您睡觉的时候 胡子到底是摆在外面 还是摆在里边啊 那个人就说啊 哦 对哦 我不知道睡觉的时候 这胡子到底是摆在外面 还是摆在里边的 结果啊 那个晚上 他就失眠了 你们猜 那个晚上 他到底是怎么睡的呢 他整个晚上 都在想着想着 哎 我的胡子到底是摆在哪里睡 哎 结果啊 他前一个小时 先把胡子就摆在被子里边睡 睡了一个小时之后呢 发现怎么样也睡不着 于是啊 他又把胡子拿到被子外面来睡了 哎 还是一样睡不着啊 哇 这下怎么办呢 于是啊 他就决定不管了 睡觉 哎 徒儿你们想想看 目的是什么呢 当然是睡觉咯 我管他胡子在哪里啊 后来他才发现 原来他睡觉的时候 有的时候胡子是在被子外面 有时啊 是在里面的 冷的时候呢 有时候胡子会自己跑进来 这就对了嘛 我管他胡子在哪里呢 这道理都是一样的啊 所以咯 徒儿们常常会问说 老师啊 我现在是做这件事情好呢 还是到佛堂做那件事情好呢 做哪一件事情好呢 你们说 什么都好 做事就对了嘛 两件事情没有办法同时进行 就要两力相横取其重 两害相横取其轻啊 你们都很聪明的嘛 平常的时候一切的事情都可以打理得这么好 怎么到了圣凡冲突的时候就讨个腿腿呢 然后你们就说 哎呦 那是业力啊 哎 所以啊 徒儿们做事不要犹豫太多 咱们只要单纯的去做就好了 不要管那胡子在哪边嘛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做事咯 这一点很重要啊 你们每一个人的目的要很清楚 而且最好是合为师的意 然后就是去做咯 徒儿 修道不是在佛堂才有道啊 你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因为修道的本身就是生活 要活出你们的真实生命 懂吗 一个修行人就是要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真正的把他实践出来 在这个末后 自己的信念要特别的注意 你们常讲的 你战胜别人 你是英雄 你战胜自己就是圣星 而这就看你如何去羞耻自己 如何去改你自己的脾气毛病啊 把你的人心偏见放下 只留天心 保留你的良心本性 那时候才能合同 如果只要求你们的人心同 那不可能啊 只有放下自己的私心偏见 我执我见 脾气毛病 这颗心才有办法同 你们懂吗 托儿啊 你们都知道道在自身 这不是只有在这一点上面啊 你们老秦也讲过 道呢 是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也就是说 起床的时间到了 那么你们就起床啊 事情办好了 你们就去睡一觉咯 该起床的时候起床 该吃饭的时候吃饭 该睡觉的时候睡觉 这个呢 就是到了 还有 你们要学会如何的克制自己 千万不要让自己太过享受了 如果你觉得没有关系 你可以事事随意 而且不会沉迷 在动当中 你能够取静 在静当中 你也能够活泼应用 那么 为师我当然是不会要求你了 如果 你们在花街柳巷 还能够保持一颗纯洁的心 又不会欲举的话 那 你的道就在生活当中展现了 你们可知道天下为什么会大乱吗 就因为大家都没有素其位而行啊 可是现在的人会想 现在的人会想要我修道做好人行孝道 你得要给我这样一个环境吗 我才可以做得好啊 爸爸妈妈一个好赌一个好玩好吃 这个儿子怎么能够做得好呢 如果父母不明理不仁慈的话 也没有做父母的样子 请问他的孩子是不是可以跟着一样不好呢 当然不可以了 那该怎么办呢 还是要做好为人子的本分嘛 如果每个人都尽你们本分的道 那么每个地方就都是你们的道场吧 再说到徒儿们都会生担一种职位 可是又常常为那个职位而烦恼 可是为什么古人会说 庸人自扰之呢 你只要素其位而行 把自己的本分做好就好了 不要再去烦其他的 比方说做妈妈的 你把饭煮好了 把饭菜放在餐桌上 叫他们来吃 这已经尽到你的本分了 如果你还去担忧他吃不吃 吃的多少够不够营养 吃的够不够多 那你是不是自找烦恼呢 同样的 当学生的你把你的书念好 就不必管别人 是不是比你厉害吗 一山总比一山高啊 每个人都要拿第一 那谁拿第二呢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想 自己去烦出来的 不需要这样子吗 徒儿啊 你们真正需要烦的是什么 知道吗 烦恼你们的德性够不够 人最怕的是德性不够 知不知道啊 徒儿啊 你们活在这个世上 可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是追天时 你们最怕的是气失时 而什么叫做气失时呢 应该是你要去行动的时候 而你却没有去做到 错过了这个良机 这个呢 就是叫做气失时 就好像你们在马路上看到 一个老人他摔跤的时候 那么你们是不是应该把他扶起来呢 可是啊 在那个时候你们却三心两意了 你们会想 哎 我到底要不要去扶他呢 有人看到了会不会笑我 然后啊 你们就慢慢的越过了这个老人了 那个老人啊 或许已经被人家扶起来了 或许他也还在那个地方 但是啊 你走过了这段路以后呢 如果再想回头去把他扶起来 那已经是来不及了 因为啊 老人已经不见了啊 这个时候啊 徒儿啊 你心里面的那份谴责重不重啊 这个呢 就是气失时的感觉 所以啊 你们要趁着现在白羊大戏 还在流行的时候 赶紧的抓住这个机会去做吧 一人谨细多少 昌生幸运 修道会碰到的考验 不外乎就是顺考 逆考 对不对 我也是问你们 你们是喜欢顺考还是逆考啊 你们都说逆考 这是真心话吗 当然了 逆境的时候虽然很不好受 身心备受煎熬 可是有人想过 其实逆境跟顺境真正要比起来啊 顺境可比逆境更艰辛哦 你们懂得这个意思吗 因为只有在你们遇到逆境的时候 才能够看清整个的人生 领悟到人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对不对 逆境的时候能够让你们坚定修行的心 逆境的时候纵然你们会想很多 但总会有过去的时候 可是 在顺境的时候 因为一切都很顺心 你们就会失去了借据之心哦 慢慢的 这修道的心智就没有了 徒儿啊 严格说起来 你们都太顺心了 太有福气了 在你样样都顺心得意的时候 你这修道的心 慢慢的就会被他磨损光了哦 所以说 人处在顺境的时候 就得赶快觉醒啊 还有 当你们遇到逆境的时候 常常要迷信 以为老师还有先佛菩萨 一定会来拨转这个节 拨转这个业的话 那就是你们还不够明理啊 如果你们现在正处在逆境当中 徒儿啊 你们就更应该要感谢上天的慈悲 难道还会怨天尤人吗 你们现在都是谈主 讲师 办事人员了 当你们碰到困难的时候 难道还非得求先佛帮助不可吗 徒儿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们呢 实在是勇快了 但是这个天职 你们有这样的心态 怎么能够去成全人呢 怎么去领导后进的道亲呢 如果你自己都埋怨上天了 在你们跟道亲接触的时候 你们的一言一行 当然是会绝对影响到他们的 你们可是 一句话是可以成全人 也可以让他们离开自己的岗位的 所以你们要是能够明理的话 不就能够成全无数的众生了吗 但是啊 相反的 如果你的心念不振的话 同样的也可以影响到许多的众生 想一想 你们这样不就愧对了天论师的了吗 为师看了看你们这些学到修到的人呢 志气没什么大 脾气却很大 这个德性不怎么高 但是心却是很高啊 这些是不是都是脾气毛病呢 你们身体有病的时候 是不是很快就要找医生 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个心 这个内心 万一造成了脾气毛病 到底要不要去改一改 医医啊 为师看你们都太注重这个肉身了 而对你们的生死大事 反而不当一回事哦 你们的佛性迷失了 留个色身又怎么样呢 当然了 身体也是要紧的 但是你不能够只图色身的安逸哦 你们都是替天办事的办事人员 如果连这肤浅的道理都不知道的话 就太不合格了 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